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早安 欢迎再度收看飞月视频一次的节目 我是运达投资陈一璋 那么今天是礼拜四 10月6号礼拜四 特别股市今天自己开得不太高 开高之后走低下来 有人会怀疑 就是有个人会有怀疑 就是说昨天美国股市 不是呈现涨了一百多点吗 为什么特别股市今天确实又掉下来 当然事出必有因 我们现在看今天传出去的第一道讯息 我们现在看一下 10月6号一大早 那么在8点45分传达大会员手上 这个地方大概有预测到了 所以美国股市收红台股今天渴望开高 但是只是台股还是过不了9303 冯高还是会见到反压的 为止冯高踩下车的动作 再考虑是不是来做换股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些日子以来 几乎都采取冯高 我们就会做出获利下车的动作 那再来考虑是不是要换股 那这地方一直跟各位提到就是说 暂时是过不了9303的 即便是昨天美国股市道琼指数涨了112点 我们在早上的第一个讯息当中 还是认为是说过不了9303 他们也说要过9303的话 今天指数只要涨个差不多30点左右就够了 可以差不多30点 30通点 今天就可以过了 过了9303了 9303在上礼拜所制造出来 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9303是在上礼拜9月29号 就是台风 每一季台风离开之后的那一天 所创造制出来的 但是从那天9303最后 指数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今天是第五天了 也是跪不起 为什么跪不起 其实就不是有一道隐形的障碍 这个在过去几天传承稿当中 有道是有写到 只是各位不晓得 有没有看我们节目 那如果没有看节目的话 也许刚好你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是现场节目 我们从10月开始就 9点半呢 我们就采取现场了 那这段时间以来 假设你如果早上9点半 刚好没有这个有空去看节目的话 你可以把我们萤幕上面的QR Code 用这个手机把它扫描下来 把它download下来 下载就是看到 就是我们的 就看到FB的 那FB我们随时会更新 我们的新的节目上去 所以呢 让各位不会去错过行情的 那事实上呢 这几天我一直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提到 要过9303了 恐怕要等一等了 没那么快 所以换句话说 整个台北股市指数呢 虽然攻到这个地方 多头还很稳的 坦白讲现在到目前为止 多头还很用的 还是算是很稳的 但是问题是 有个锅盖 这个锅盖呢 就盖在9303这个地方 所以呢 让指数呢 暂时是过不去的 所以呢 即便是昨天美国股市到 9303 涨了一百多点 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过不去 你来小心 可能又发抖 也是有可能 又点下去 也是有可能 所以呢 虽然我会采取逢高 获利下车就这样子 但是哦 你的感觉 今天股市 坦白讲指数 也没有涨多少 你先看一下 也没跌多少了 涨7点跌12点 就最多 目前是这样子 但是你看到一些构品 想起来 也是在流 而且算是指标性的股票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 这是可乘 可乘这块 6块半 那如果股价来看的话 你看它呈现一根黑棒子 它的高点 早在9月中旬就看到了 然后这段时间 一直扯扯扯 一直扯下来 今天呢 又创下 近期以来的新低 可乘哦 那可乘 你也知道 就是做机壳的嘛 就是iPhone的机壳哦 当然啦 有时候股价 冲太高之后 就发生悲剧了 你看这个地方是冲得很快哦 就跳空的 一旦跳空上去的话 反应过度了 然后呢 就一直写下来哦 目前来讲 是处于盘跌的格局 坦白讲 如果出现这种格局的话 不管是可乘也好 或者说你手上有类似 这样的图形的股票 我还建议 还是建议你哦 就是说 先懂得做调节啦 就做停损啦 可能今天是比较弱一点哦 那当然也是因为 跟基本面是有关系的 9月份的营收报告 都漸漸出炉了 要记得做调节 要记得哦 每个月的10号之前哦 上市上会公司 都必须要把你的 上个月月报表哦 这个财报呢 就是要披露出来 亮在阳光下 以可曾来说而为 9月营收是这个连减 比去年同期的连减了3.26% 坦白讲没有减多少 但是问题是 iPhone的热潮 似乎正在逐渐的过去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 就是联发科 今天联发科的股价 来讲的话 跌了5块钱 但是昨天也就用 昨天连发科 那个外资还买了很多 买了2900多张 的确股价在昨天连发科 是大涨的 大涨是为什么 一定是出必有因 大涨是因为 这个 这个就是大陆的 魅族手机 魅啊 很魅的魅啊 就是魅力的魅啊 大陆的魅族手机呢 这个据了解 手机的晶片啊 今年是由联发科 独享的 那所以昨天联发科 因此了大涨 但是问题是 今天谁知道下去 买去一阵风 联发科 因为财报也出来了 那就是他的那个 总经理 谢清江也提到说 第三季的财色呢 应该是可以达正 没问题 但是 他又提供这句话啊 这句话 更是为了 造成他今天的 股价的重伤害 这句话是什么 是说 第四季可能会滑落下来 那为什么会滑落下来呢 是因为 以林组件缺货 有季节性的衰退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年八科呢 就是翻脸像翻树一样 昨天大涨 今天是大跌的 目前股价就回到前天去了 比前天还更低一点 现在股价是跌了这个五块钱 所以有时候 股价你要知道 不能说 因为利多来了 就抢进去 你昨天抢进去的话 今天就 马上受伤了 马上受伤了 你懂吗 所以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股价是残忍的一面 就这样子 你可能今天会抢得很高兴 但是明天 你可能会 好像感觉到 遇到悲剧一样 好了 有关于财报 今天很多的股票 就开始在反映了 但是今天有一个族群 就是很凶的 没有人说我也知道 我也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 什么股票 今天比起来一股股票更凶 这股股票不是别人 就是最近我在操作的 就是太阳能股票 我们现在看到太阳能股票 这次真的蛮强的 郁金 那郁金今天早上来的话 也是噼里啪啦一直往上冲上去 这是郁金 涨幅呢 超过了5% 大盘在这里 大盘是往下掉 郁金是往上走 那当然不是只有郁金在走枪 这是茂迪 那这是这个谁啊 这是中美金 中美金也是现在是涨的 那同样的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最近有操作过的 这是这个塑合 塑合我们已经卖掉了 396块卖掉 前天卖掉的 那昨天塑黑 今天再度拉杆上去 那当然啊 他再拉起来 不要紧 老瓜钱就不太贪 老瓜钱就不太贪 我们不是没贪到 我们贪 出在396块 我想那个大家都非常清楚 塑合坦白讲 他的九月营收是很烂的 但是为什么太阳南谷 在这个地方 能够穿得上来 其实有时候题材性 会超越他的营收报表 营收报表不太好 好想象 塑合今天早上来的话 受到这个营收报表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他开低的 开低之后呢 不到两分钟就翻红了 然后就拉杆上去 拉杆到刚刚还涨到410块 涨到16块半 最主要就是因为题材性 这个题材呢 跟最近经济部有发布的 就是近日在完成了 106年 再生能源的 顿购费率的审定 已经完成了 那明年实施高效能加成 这是近八年来 第一次见到的 也大幅的上修了 太阳能光电 装置容量 设置的目标 很显然就是 因此需求大增 所以最近太阳能谷来讲话 这几天 也的确比较强一点 坦白讲 过去是过街老鼠 那时候过街老鼠的时候 买 我也买的 我自己都觉得 大胃炎 买的有点委屈 因为 那时候是利空的 你也知道 那时候太阳能谷 在这个礼拜之前 太阳能谷都还在利空的 那时候买来都觉得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报纸 电视新闻媒体 看到都是利空 为什么太阳老师 会带我们去买太阳能呢 但是如今来看的话 买太阳能也是对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这是在9月26号 你先来看这个讯息好了 就9月26号 第0月100年 不是多久 就上礼拜 那预期中美金 这个礼拜会抗跌 这是上礼拜一 9月26号是上礼拜一 也就是台风 美金台风来前那一天 美金台风就连续两天假期了 这是他的来之前那一天 我们带会员去做一个这个讯息 而且是买进的 逢黑就给他买下去 逢黑买下去 这是9月26号那一天 逢黑你可以看到 在10点15分之前都黑黑的 这是10点29分 我们当时都还在说 只要逢黑的 只要能够到32 你看这个地方是多少 32块5毛5之下 32块5 还真的买到了 当天是切在这个32块5 收32块6毛5 放空要赚 做多也要赚 坦白讲这段日子 很多的股票都是做多赚到了 做空也赚到了 这等一下你看下去就知道 而且我所谓赚是一定要离手 一定要下车 没有下车不算赚 好了当天是收32块6毛5 你可以看到 已经以悦悦感觉到准备赚钱了 27号28号两天台风假期过后 一直到10月4号就是前天 股价已经来到33块6 这种美金 已经算是价差已经1块1了 也就是3.4% 那如果说用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你现在看一下 以今天来讲34块 图形来看的话 当然一直不断地往上走上去了 那请问你是不是占更多了 因为这是10月4号 10月4号的时候给各位看的 那今天这10月6号不是涨更多了吗 好 这个就是太阳冷了 那讲到太阳冷的话 当然这是赚钱之中 往外面下车 还是要跟各位稍微补充一下 那讲到太阳冷的话 你也知道我在前天的时候 有下车是缩和这张股票 我们再回头来看 396块下车的 那9月7号上车的 那这段日子以来来讲话 396块下车嘛 那上车是9月7号359块嘛 你可以看到 获利加差高达37块钱 那幅度呢是10.3% 收工若带为安 10月4号我们似乎在396块 借着它放大量大长的时候 做出下车的动作 这是缩和 那当然如果说 以到今天来看的话 今天缩和是更高了 不要紧 老花姐有帮人弹 昨天是缩黑的 今天更高了 那但是问题是 它今天是有利空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左下角 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把它放大好 我们10月6号 就今天把它做一个附助 缩和 我这个地方写错 是9月份 9月份的阴收呢 是8.27亿 是月减的 是5.5% 连减的47.94%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逗退嚕嚕 就厉害 就是减的幅度还相当大 好 这9月份 但是呢 股价确实在今天 还能够冷 我们稍微拉干上去 我们当时也是预料到 它的阴收会衰退 所以我们在前天的时候 先因为大涨嘛 坐出下车 而且出在当天的高点呢 你可以看到当天收盘是 395.5 我出在396块 隔天的确是走落了 但是今天就是因为 整个经济部的利多讯息 贯注在整个 太阳能谷的身上 所以呢 整个太阳能谷 今天再度燃烧起来 大放光芒 所以呢 当然呢 这支股票 它又抬起来 就是因为题材性太强了 所以我们当然 在缩合下车之后呢 那我们中美金 这档股票就续爆了 那各位的功德等 我们缩合卖出的时候 也是因为放大量的关系 之前的放大量 跌下去放大量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切入的动作 这昨天有花了一点时间 来跟各位谈 高档高量的乾坤逆转 图形倒着看嘛 放大量做切入动作 同样情况呢 发生在 发生在缩合也是一样 也是跌一跌 然后放大量 然后拉杆上来的 所以高档高量的乾坤逆转 其实是有一种 是算是很完美的 切入点的一个征兆发生了 另外换锐域来讲的话 如果说以锐域来看的话 今天股价 还是有持续性的走高 现在大盘的是跌21点 当然是一样 现在是翻筒之中 你就可以看到骨架 慢慢在上爬高 这个就是一种 跌深反弹 你可以这样子解释也可以 但是呢 你看跌到深处的时候呢 是放大量的 这是我等一下给各位说的 就是高档高量的乾坤逆转 这是锐域 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 其实讲到这目前为止的的话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有讲了两三档国家去了 有的是已经获利下车了 有的是已经还在续报之中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成绩单 那等一下下个阶段回来的话 你会看到有更漂亮的成绩单 还在后面的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从锁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施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达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享受着片刻的连绩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感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清除自身员 盆栽底盘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墨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足色 菜园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药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各位好 欢迎回复到这个 飞跃室别书现场 我是运达投顾蔡一章 那么刚刚在上个阶段的时候 跟您谈到几档股票 事实上我们这些日子随时在下车股票 随时在下车股票 那除了缩和我们下车 就是有继续往上涨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股票 我们下车之后呢 就是整个就 头来龙头来龙 就变更得不好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 智邦这档股票 9月21号下车的 我很喜欢讲这档股票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幅度是真的有赚到 但是我们下车之后呢 这档股票还真的掉下来 你可以看到 现在如果以智邦来的话 现在油黑翻红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下车是在哪一天 就是最高点出现那一天 9月21号 现在在这里 9月21号在这里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9月21号下车的 你可以看到 9月21号下车 我们下车就自然 就轻掉了 如果你没有下车的话 你应该报到这个地方来 就算你之前买的多低 现在都变套牢的 所以你看下车多重要 也多漂亮 这是智邦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宏达店 我们出智邦之后呢 就转进到宏达店 9月21号 9月21号进去之后呢 9月29号下车那一天 9点34分 看到883呢 试驾或者一下车 你可以看到下车是在这个地方 你不要以为跟你乱画圈圈呢 因为真的就9点34分呢 就是9点半左右 9点半过后呢 好 当天最高就叫888 我们出在883 那如果说到今天目前为止的话 你看宏达店现在的股价多少 867 我出在883呢 那这几天何必跟他玩呢 我们出在这一天呢 9月29号下车的 就这一天了 拉那么长的上影线那天下车的 对我们随人高的国家 那你到底是什么了 反正留点钱给别人赚 问题是我们出的883 已经算很高了 那最高他们当也在894 今天目前为止是866 我们出的883 同样的我们出掉之后呢 大湾的股票就是 都是掉下来为主 你看宏达店出在883 也是这样一段路 五天 那你在看家联益 我们下车的时候 家联益下车 很会讲它有更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图形来看的话 我们这辆股票 已经算是获利落袋为安了 也是的确出在当天高点 而且整个整段路的高点了 家联益下车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转到 放空经历这辆股票 F经历 我们当时放空4485 当天收盘444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已收盘 到我们下车那一天的话 就等于是回补 回补在这一天的 42块7毛5 开盘价回补完 那从这个地方 放空到这个地方 又回补 又获利赚钱了 四天收工 若带为安 你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这样 一人一串下来的 出家联益 转空 F经历 都是这样子 F经历 然后若带为安 F经历呢 之后呢 又变成放空 新复发 这其实在过去这两天 有跟各位报告过了 昨天新复发 还有拉高起来的 但是我继续跟各位说下去 10月3号 也没多少 多久以前 也是最近的事情而已 我们空在48块半 当天收盘48块2 那隔天10月4号时候呢 我们再请新会员之后 放空的动作 空484 8点多的时候 那结果呢 开盘的开485 当然也空得更高了 485 那我们看到今天 我们先看一下好了 485呢 的确当天开玩家是485 连空两天 我们新旧会员 都要一起赚的 那如果说 你看今天来讲话 你看就现在 这个新复发多少 482 还不是一样 获利之中 我还没补啦 价差目前 也没有赚到多少啦 但是你可以明显的 感觉到就是说 我们做多 做空 都是两把刀 都非常的锐利 用很赖的 今天连翻红 都没有翻红 今天连翻红 都没有翻红 你今天一大早 想放空的话 平盘还不见得 能够空得到 这一档股票 还在获利之中 其实讲到这个地方 来讲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确是 我还没讲完呢 新复发 我们之前做过一趟过 9月9号 空四九二 9月20号 补回来的 这是我特别在拿出 新复发 我们这一档股票 已经做第二趟了 第二趟了 好 这个是新复发 9月20号回布 然后呢 最近的是放空 这是第二趟 好了 讲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我们做多也在做 做空也在做 做多做空都在做 而且更难能可贵 就是说 都一定会下车 做多会下车 做空也会下车 而且更加难能可贵 是什么 就是说 下车是获利落贷为安的 不是只有落贷为安 而是获利落贷为安的 所以你看到 你刚刚看到几档股票 做多也做啦 做空也做啦 然后都落贷为安 不是这样子吗 我再给你看 我们昨天 我们硕和不是在前天下车 对不对 我再给你看一下好了 硕和在前天下车 我们在 为什么会讲硕和呢 有我的理由 你看下去知道 10月4号 我们硕和399块 下车嘛 然后上车是359块嘛 这价差37块嘛 你想看嘛 你一只股票就贪3万7千块了 两丢列的贪7万4千块了 一单的费费都差不多贪到回来了 两张就好了 两张你一年的费费 几乎都快回来了 好了 那硕和这档股票 我们在10月4号下车之后呢 好了 那我们就在昨天 因为钱一定要转换嘛 对不对 因为股票还在跑啊 我们不可能下车了 然后就落袋为安了 钱就拿回来干嘛 那就瞎蹭了 一定要转换到别的股票 继续转下去啊 那我们看一下 硕和做多下车之后呢 转空到新普 这昨天的啊 10月4号啊 10月5号昨天啊 继续给他转下去啊 新普啊 昨天收黑啊 101块半啊 那但是今天哦 你再看一下啊 今天啊 10月6号哦 今天8点45分哦 新普9月份的营收 月增8.38% 但是年减7.85% 现行剧烈 所以呢 新会员啊 112.5卷空必先 还是一样 我们昨天已经空这一趟了 今天再来一次 112.5卷空必先 非常明确的价格给你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今天目前的股价 这样你看 101.5 102.5可不可以空得到吗 可以啊 最高都103了不是吗 那我们挂102.5算 相当高档呢 我如果挂113了 不见得空得到呢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是101.5 当然现在还不算是 真正的赚到钱 因为我还没落贷为安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档股票 都很真实的告诉各位 很真实的告诉各位 我们是什么实战的 啊怎么获利的 我必须要让各位 心服口服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股票 进场也告诉各位了 出场也告诉各位了 然后呢 你还不心服口服吗 好了不管如何了 其实我们这 在会员操作20多年了啦 我哪有招20几档啊 几乎都始终如意啊 就这样子操作的啊 就是说 贷金一定会贷出啦 然后不超过三档股票啦 然后若贷为安 他转到下一档股票去啦 一定都这样子的 所以我才能够在这位置 做了20几年 你懂吗 好了 就给你啊 所以叮咛各位一下 飞跃时倍速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你喜欢操作 中高价位和中低价位 你喜欢操作中高价位的话 忙于选择飞跃家族 可以吗 好 喜欢操作中低价位的股票的话 忙于选择十倍速会员 好 这非常明确的 反正就是 不会让你超过三档的股票 多公双向也都做 你非常清楚了 有的人是说 欧马操作中高价位 欧马操作中低价位呢 没问题 我们有一种叫做 超级双向炮 这是目前询问度最高的 他持股兼具 飞跃家族 跟十倍速会员的股票 所以呢 不管什么行情在动的话 都不会让你掉落下来的 获利真的是无发展的 这种询问度超高 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做询问 那当然电话 就在广告里面了 您可以多多把握 会有帅哥美女 为您服务的 好了 祝您今天股票 照做顺利了 谢谢您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达同步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当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2781-00909 2781-0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同步 022781-0909 022781-0909 北都TypeNet超值优惠 双响炮 新世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最低 只要399.3元 为月补偿 最高2000元 现实加码 再送首月免费 149台全数位频道 68台HD高画质频道 搭配新世代光纤标网 现实加码 再送首月免费 第二顿